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节语2》撰写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唐砖》 第三百二十五节 老远,我怎么帮你啊? 每回有事求我都到我家白吃白喝,甚至白拿 人家道信就比你会做事 问了我一句话,就给我奶奶一挂最好的念珠 你空口白牙的,也好意思登门呢 你这个忐忑无厌的小王八蛋 黄庭经都被你骗走了,现在还有脸继续所惠 赶紧想办法,想出办法,你要什么都有 想不出办法,我带着拳罐到时候到你家去吃饭 石氏本着笑脸,给云叶端了一杯茶,却没有给云天刚 云叶这才反应过来,刚才老远说了好几句秃驴 石氏的爹爹呢,就是一个秃驴,听了自然不会高兴啊 老远啊,你如果肯把西华法师的道德真经玄德钻书 哎,那正本给我,我就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 杯忌会只是个噱头 真正重要的事情你不知道也不了解 恰好呢,我是唯一知道事情真相的人 我上回问承玄英药,他不理我,说是道家法典密藏,不适于外人 不就写了一本破书吗,我也写了书,还是洋版的,牛什么牛啊 小五眼睛冒光的看着师父勒索袁天刚 石氏非常担心师父说出佛家的秘密 敌人节早就凌乱了 原来高人呢,那都是这副德行啊 师父骗人家银子,袁神仙也会骂脏话 而且呢,也没有那么神奇 外人的话实在是听不得呀 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自己去挖掘真相 表面功夫会害死人呢 袁天刚重新看了云烟一眼 发现呢,他虽然笑着却没有一丝开玩笑的意思 那就是说 想要知道真相,就必须把程玄英示弱生命的《道德真经》《玄德钻书》送给他 约浩,你该知道 这《道德真经》那是我道家少年天才程玄英的心血利作呀 凭借此书,他才获得了西华法师的称号 书里边有许多,我道家来说那是不传之密的东西 甚至于对星象都有一定的理解 可谓是我道家这些年智慧的结晶 贫道愿以万金换取云猴一眼 请云猴放过程玄英 没了这本书,他会死的呀 他死不死的我不管 自从他在东海蛊惑无知的渔民 将孩子扔进大海以求平安之后 他的死活我就不太在意了 如果不是因为他 老元,以你我的交情 我会免费告诉你 云猴,程英已经悔过了 那时他陷入了道法的魔障之中 认为满天神佛都需要血迹才能够得到平息 大海波涛不止 是龙王怒火 不得平息之故 你看,扔了孩子之后 大海两天后就平息了 水波不腥 袁天刚,你竟敢在我面前闻过是非 东南季风每年都有 始于三月,平息于五月 期间大雨滂沱 或者是烈日炎炎 原本就是一种自然现象 程玄英竟然敢信口赐黄 将无辜孩儿 扔进大海 那更可怕的是 居然形成了一种固定的仪式 每年都需要杀死两个孩子 他悔过 那也要看老天原不原谅他 试试 送客 云叶说完就抖一抖袍袖 出了亭子 走了两步呢 又回头对颖天刚说 这个秘密很重要 对你到家来说 事关生死 你看着办吧 如果不给我道德真经 玄德钻书也行 拿程玄英的舌头来 我也会告诉你 小五高兴的举着伞 去追师父 时时板着脸送客 敌人节不知所措 刚才还谈笑风声的两个人 转眼间就翻脸了 那比翻书还快呀 小五追上师父 垫着脚尖 把伞打在师父头上 娇声说 师父就是厉害 你给那个牛鼻子老道 一点厉害看看 他没事干 总在我脸上看来看去的 一定不是好人 最好啊 咱家永远都不要他进来才好 最没熟眼的 不是好人 师父为我 云叶宠溺的在小五的后脑勺上 拍了一下 接过伞对小五说 小五啊 你记住 任何时候都不要漠视人命 这东西太珍贵 对我们每个人来说 都只有一次 丢了就没了 谈不到谁的命比谁的命低一等 你知不知道 你东瑜叔说 就是因为不愿意把孩子献给海龙王 才被东海的盗门追杀 为了不让他吐露真相 居然活生生的把舌头给割掉了 直到最近 他和孝苍生学会写字 才告诉了我的事情是真相啊 所以师父 您才不顾跟平纲的交情 也不管成全因的盛名 一定要惩罚他 就像当初 为绿珠姐姐讨公道一样 没错 这事件总要少一些丑恶 多一些美好才是啊 道家倒霉就倒霉在 动不动啊 用活人祭祀 这种从古代乌寺时期 遗留下来的坏毛病 到现在都改不了 信仰到了极致之后 发现呢 没有什么可以献给神灵的了 那就拿人命来填 成玄英就是一个例子 隐居东海之时 想不通道家的未来 就用最激烈的手段 来刺激信众的大脑 生离死别 这些最刻骨铭心的情感呢 才是他祭坛上的礼物 至于孩子的生死 并不重要 成玄英自己都不会相信 海龙王会收到自己的礼物 越是修行到了深处 就越是不相信神佛 曾经问过一位高僧 修佛到底在修什么 高僧说 开始参拜的是神灵 后来参拜的是道理 再后来参拜的就是自己了 东海之上那些漂浮在惊涛骇浪里的孩子 或许会告诉成玄英 到底什么是恐惧 现在云叶准备用同样的办法来对付成玄英 道德真经 玄德钻书里边有太多的道家秘文 一旦泄露出去 佛门就会利用这些道理呢 专门制定自己的攻防之策 几百年之内道家只能另辟其境 之前的文化积累就会化作无用功 衰败已经是无法避免之事 宗教间的斗争从来就未平息过 惨烈之处 唯有局内人才能知晓 孙四秒来了 不说话 坐在云叶的书桌前捧着茶壶喝茶 等云叶给他解释 前葬就要回来了 带回来了无数的经书 他的佛法讲义在天竺得到了极大的尊敬 据说他还在汉海遇到了三十三天佛 睡了几十万年呢 见到他醒过来了 说这个世界不好 准备睡到新佛出世再出来 你我都知道这是胡说八道啊 但是信徒们相信 陛下现在也需要一个契机来宣扬大唐盛世降临的消息 所以呢 注定了玄奘会成为佛门的杀手锏 碑技会是幌子 玄奘会轻易的毁了你们到门这些年的努力啊 对孙四秒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如果连他都信不过 云叶就认为唐朝啊 没有什么好留恋的了 干脆驾船学求然课到海外啊 建立自己的国度 桃花岛主也是个不错的称谓吗 孙四秒与其说是道士 不如说他是一位医家 穿着道袍干着医生的事情 这些年就没见过他烧过香 小子 你要道德真经 玄德钻书干什么呀 老到我看着都头疼 你有兴起钻研 孙四秒对于玄奘要回来的消息 一点都不惊讶 道门的兴衰对他没有多少意义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道德真经玄德钻书这东西对我有什么用处 那拿回来也会被我一把火烧掉 上面呢 沾了孩子的血 污秽的东西还入不得我的发言 我要的是承轩英那根造谣声势的舌头 把舌头拿来让我喂狗 我就告诉他玄奘回来的消息 孙四秒明显的松了一口气 端着自己的茶壶往外边走 边对云叶说 你要承英的舌头 就要舌头好了 提什么道德真经玄德钻书啊 袁天刚快下风了 以为你已将成为佛门护法一类的人物呢 求我过来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只要你不入佛门 明显的帮着他们 其他的事情困扰到我合适啊 要舌头的事情 我会告诉袁天刚 胡说八道的人多了 多一根舌头也是多余 没了也好 云叶送老孙出门 远远的看见袁天刚守在大门外面 见老孙出来呢 就围了过去 准备啊 问个准信 老孙对他嘀嘀咕咕一番 就坐上了马车 回玉山去了 只留下袁天刚师徒面面相去 孙思淼才不会把玄奘过来的消息 告诉袁天刚呢 最多告诉他 云叶啊 就是想要 程玄英的舌头 与人命有关 与道统无设 吩咐人给袁天刚一辆马车 他今天很忙 需要和很多人商量 程玄英的舌头问题 走路可不是一个赶时间的态度啊 果然 师徒俩要了两匹马 拨转马头 就往玄都灌奔去 两天之内 云家很热闹 各路大佬齐志 拐弯抹角的问云叶 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云叶打着哈哈对他们说 这事情啊 一定会有 只要把程玄英的舌头拿来 就知道了 话说的客气 意志却非常的坚决 晚上也不消停 屋顶上飞来飞去的全是人 打扰到了扇婴泡妞 于是飞来飞去的人 腿上都中了一尖 鸭子一样的掉下来 被云家的护卫提着就扔到了门外 云叶连问都不问 护卫悄悄告诉云叶 有好几个是光头 玉林僧拜访云叶 眼中神色明灭不定 他绝对是知情人啊 抱着探口风的态度来云家打秋风 赞叹了云家的茶叶 夸赞了时事的首相 顺便给云家家庙的佛像开了光 给老奶奶讲解了两个时辰的佛法 这才和云叶谈起了悲记会的事情 云侯 悲记会乃佛门最顶级的法事 为这些年死难者超度往生 未入轮回者的解脱 未能入道者得大自在 幽魂享用血实是大功德呀 为何云侯对他抱有敌意呢 大失严重了 云叶自幼随家师修行 不信神佛也不抵触 只相信朗朗乾坤之下的天理公道 你佛门这次好大的手笔呀 水路道场的事情 云叶鼓励称赞 超度死者为其活人 的确称得上是一场大功德 只是玄奘法师万里回归 为何消息封锁的如此之严密呢 余谈的使节带来给玄奘陛下的信 你佛门都敢私自截留 好大的胆子呀 趁着这消息陛下还不知道 赶紧送给陛下吧 要不然你就是办一千场法师 也会得不偿失 玉林僧面如死灰 双手合十朝云叶施了一里 就匆匆离去 让准备好好招待一下 玉林僧的老奶奶 很是惊讶 云家的大门紧闭 谢学外客来访 只是云家门外啊 挂了一个木牌 上面写着一个数字 十 每过一天 那个数字就变小一次 当这个数字变成三的时候 长孙来了 蛮横的无视一切礼法 自己开大门进来 直接去后宅 把云叶从书房里挖出来 瞪着姓何样的大眼睛 怒气冲冲的问云叶 你知道什么 为什么非要成全英的舌头啊 你打算吵着吃啊 回娘娘 微臣就是吓唬一下袁天刚 准备啊 把那本该词的道德真经 玄德钻书 要过来当手指 上回我问成全英要 他居然不给 这摆明了 不把我堂堂蓝天侯 放在眼里啊 微臣是个小心眼 你也知道 哎 你就想了这么一出 云叶打算耍无赖 和长孙讲道理 那不合适 道理啊 全是他家的 怎么说怎么有道理 言出法随 那不是随便说出的 这么大小的官 金髓盒里的甲鱼 都比你大些 还知道要脸了 成全英是陛下裁风的 西华大法师 一年不到 就被你把舌头要了去 那陛下的颜面 往哪儿搁啊 云叶面无表情的说 天下太平 百姓富足 将士英勇 拓土开疆 万国朝贺 这些才是陛下的颜面 一个鼓动如黄 纯舌的神棍 还当不起陛下颜面 这么一说 嘴上这么说呀 心里啊 早就开码了 老子什么时候 混得连王八都不如了 该死的长孙 对别人呢 永远是一副 春风拂面的感觉 到老子这里了 就变成了毒蛇了 哟 岂是不见 学问舰长啊 居然知道 拿大帽子扣人 小王八蛋 你到底要干什么 被禁足了还不消停 陛下和我准备高高兴兴的看好戏 你掺和进来干什么呀 你是怎么知道 玄奘要回京了 老天爷呀 这还是那个温柔娴熟的皇后吗 云烨耳朵都要被扯成驴耳朵了 小王八蛋这种话 都从他嘴里冒出来 似乎说的很得意 哎 再扯 再扯耳朵就掉了 云烨跳着脚气急败坏的嚷嚷 他拿长孙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掉了也好 长安最近不太平 你好好的在家里读书就行了 两耳不闻穿外事 有什么不好啊 偏偏就你多事 佛道两家的纷争 掺和进来 很好玩吗 你家抓了几个刺客呀 别说没人想要干掉你啊 晚上黑咕隆咚的 都能设计的那个家伙是谁呀 才发现你云家藏龙卧虎的不好谋算呢 云烨赖在椅子上 不起来抓着扶手说 我当然知道了 那也是这么打算呢 还准备啊 偷偷去长安 看看歌舞 听听秋辞的音乐 谁知道 偏偏这时候 就让我知道了 程轩英 把小孩子扔进海里的事情 这种事情居然成了惯例 现在每年都要扔 尤其在他成为西华大法师之后 原来每年扔两个 这现在变成了每年四个了 该死的东南季风 那每年都有 就是说 这个传统啊 会进行下去 陛下现在把大唐人 看得宝贵无比 惊得起他们每年往海里 河里 火里扔了吗 西门报当年都不干的事情 现在这些混账干得如此起劲 要不是顾虑陛下的颜面 我早就学西门报 把程轩英也扔进海里 我不管 这次 我一定要拿到他的舌头喂狗 长孙愣住了 以前只要自己一出面 不管多大的事情 云烟呢 也会听他的 这一回啊 他听出来 云烟的确是认真的 颓然的坐下来 对云烟说 为了这些孩子 你不惜挑起佛道两派的大纷争 云烟起身 给长孙倒了杯茶 小声说 狗咬狗 一嘴毛的事 有什么好在意的 乱局中 陛下才会看得清楚 又不关乎百姓生计 也不关乎设计安危 等陛下看清楚了 想要怎么做 以陛下的智慧 会有好结果的 在我看来啊 那些孩子的性命 比起那些和尚道士 那重要的太多了 长孙喝了一口茶 对云烟说 陛下也是这个态度 我和他说起的时候 他也说 越乱越好 早乱比晚乱好 现在乱比以后乱要好 佛门一家独大 不是好事 道家过于猖獗 也不是好事 在乱局中 找到一个平衡的办法 最好 陛下说的是正理啊 宗教需要引导 不能肆无忌惮 等到神权大于王权的时候 您就是想哭都没眼泪了 他们敢 张孙柳梅倒树 一巴掌拍在椅子扶手上 不愧是一国之母 怒气勃发的时候 整个屋子就云夜一个人站着 其余的都把头扶在地上 向一支支安准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作者 杰宇二 演播 今儿 更多精彩有声书 近在喜马拉雅